最近有一個北京節目不斷出來說話 叫葉劉淑儀 他有一次新聞黨的黨友何敬康議員辦事處開幕在6月 我想問葉劉其實你做立法會議新一屆都做了很久 現在才辦事處開幕 你不要最後那年才開幕 現在才辦事處開幕 你是不是低能的葉劉 我想問你新聞黨何敬康 你那些人是做甚麼的 我們說沒辦事處都做到事 那麼不要開一辦 今年2021年6月 你才辦事處開幕 選了多久 做了多久 今屆的議員他們那些人 神經病 葉劉去支持時候 找checkGPT幫你翻譯到那些廣告做英文 發現錯漏 白出他就生氣了 首先checkGPT 人家都沒有預理香港的用戶用 人家都不讓你香港的用戶用 你用來做甚麼 你翻牆用VPN 翻牆我想問在大陸這些是犯法的 隨時罰錢的 上面有些人舉報台灣 有些人大放決斥 抵毀北京政府的結果 台灣的他搞不到他 就抓你 翻牆罰你三千元 葉劉是否現在和湯家驊一樣 公然就鼓勵別人翻牆犯法 湯家驊又去了 回到大陸 我都用VPN 這些又瘋癲 不知道那些行政會議成員都是這樣的 一擔擔 難道癡癡癡癡呆 坐在一桌 那麼葉劉淑儀 他就發生氣了 人家有沒有給你用 你自己走來用 為甚麼新聞黨寫了民主黨 主席就寫了劉慧卿 行政會召集人 就寫了民建聯的李慧琼 不是寫了易劉淑儀 他說GBT是目中無建制派 又說他對香港的事不熟悉 徐英偉就寫了小姐 況且現在民清局局長是麥美娟 不是徐英偉 唯一寫的安排是令康浩 誰知道令康浩是葉劉自己寫錯人家的靈字 人家沒有錯就你自己寫錯 又沒有罵自己呢 盧福局不是孫玉咸 是上屆的羅志光 其實出了GBT 人家不懂就不懂 人家這些資料後來都會更新的 你便生氣 為何目中無去建制派在那裡發爛 說得壞些 學肥貓說 你老幾呀 別人認識你老鼠 葉劉淑儀 不要這樣 其實你生氣別人不認識你 為甚麼不認識你 你都可以生氣 我是這樣出來說話 包括我是粉嶺高爾夫球場的會員 我不知道你的會籍是多少錢買回來 現在你的會籍可以炒到多少錢 葉劉 你們這些人在抹黑高爾夫球運動 將高爾夫球運動社會搞對了 首先葉劉 沒有人抹黑高爾夫球運動 真是沒有人不讓你打球 只不過你政府又無能 叫你收尊地又收不到 於是便動自己官地 動官地便動這個粉嶺高爾夫球場 因為太大 可以割一些出來便起樓 因為政府問題你罵政府 第二 你先講誠意吧 你將高爾夫球場開放給全香港市民 沒人搞對立是你們 快地不是屬於你們 不是私人土地 是公家地 是官地 是香港市民的 你憑甚麼可以霸佔土地那麼久 交一元租就算 不如交市價租 百多公斤 你想想 交市價租 每個月要交多少錢 香港你經常說葉劉 你自己說川金赤土 百多公斤就一年交一元租 然後你有份在那裏做會員打球 你不如開土地出來 你不要這樣提議 葉劉是誰搞對立是你們 真正禍港的 是葉劉淑儀之流這些垃圾 這件事一早將高爾夫球場全部時段開放給全港市民 聲音就會不同了 你是只不過你不做 因為你想你自己繼續享有特權 但那塊地明明就是官地 講打球平時是跟大灣區融合 很多是跟上面融合 這件事偏偏不講大灣區 深圳的高爾夫球場 拿新加坡的對比 新加坡和大灣區融合嗎 沒有 香港才可以 是你們自己說的 是你說這個香港的優勢 但這件事你就不說 所以熱流的就是碎格兼垃圾 好了 講到23條 如果20年前立了23條 19年那些人就沒有那麼羨慕忌憚 19年是羨慕忌憚 是林鄭月娥 和平示威你又不理 晚上11點發聲明刺激民意 612 其實包圍立法會經常都有的示威 你不用這樣開催淚彈 甚至開橡膠子彈等等 或者海面彈 這些 是誰把這件事搞得好火 然後就很難回頭 誰一直不肯撤回 又受中正寢 又詐援語言藝術 是誰的公關災難 誰的處理手法災難 葉劉你也知道 因為林鄭在生活中你也知道她不行 其實你自己心心不反 當年掃把頭被人說 是你自己說的 菜野秒最秒蝕 是你自己說的 餐廳試驗的司機不會看那些草案 是你狗眼看人低 葉劉淑儀 若果你就要引咎辭職 要問責 你心心不訓意 十年後又插出來 你真的覺得你自己是本事嗎 去到美國的大學 長春藤大學讀過書 浸那些洋水 以為自己很厲害 但經常說出來的東西 質素是低過我相信 牛頭葛順數 言論質素都高過你掃把頭 以前行政會議 或者行政局 經常有集體保密制 不會輕易出來批評政策 或者講那樣 我不知哪個年代開笑 是梁振英 還是林鄭月娥 情況越來越惡化 甚至官員和特首唱反調都有 但這真是挺好笑 或者爆料 去到現在 李家超你執行這些東西 不要經常被葉劉淑儀 湯家驊 湯家驊好像做了以前蔡子強的角色 有甚麼事都打給你問 法律就打給陸偉雄 那麽工程是打給藝學人的 其他東西 現在就打給湯家驊 但湯家驊就是行政會議成員 而且有時是說多錯多 有時說些東西開對面 他自己都不清不楚 有時我見到官員出來說話 是否搞笑 譬如說港鐵又說要多些時間維修 可能要班次 遲開早收 遲開早收 陳恆斌說對市民沒甚麼大影響 其實你知不知道 不是個個燒夠萬五 有些人要早些上班 有些人遲些下班 這就第二 剛剛說你才加價 然後你說減少班次 一天都離了大譜 你這班人又不駕地鐵 你這班人這麼多都有自己的車 然後你就說對市民沒甚麼大影響 這些就離了地 人家潛艦時 中國的不會爆炸 好笑嗎 你當你成龍2.0 即這班甚麼建制派 議員官員出來 都爭著做小丑 我想問這些是甚麼質素 譚耀宗就說 不是 你沒有被DQ那些都是愛國愛港的 可能想哄民主派 如果你還可以做議員 沒有被DQ那些 你就可以來參選區議會 麥美娟又好笑 不過一年現在 地區施政改善了 可能會影響市民投票意欲 這麼快不穩定藉口 幫自己投票率可能會低的情況 就這麼快找藉口 甚麼你覺得 麥美娟 這一年的地區施政 我想說 包括 不是你區議會這麼簡單 民生 社會問題 解決了嗎 三天 不是兩天 就那裏有騙案 這裏有騙案 阿叔上去問你按摩按摩 然後被人偷錢 這裡又發生劫案 那裏有打劫金浦 這裡又發生兇殺案 真是好了 然後你們那些官員出來 市民就見到最得淡笑 是無奈得笑之外 都不知道可以給甚麼反應你 可惜 是 谢谢大家